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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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觉得她的世界充满童话伴故事那么的美好 你令她相信童话故事的爱情是存在的 就好像得到了重生哦 你帮助她从过去那些有毒的阴影中走出来 她现在更知道自己的价值 她更懂得去珍惜自己的生命 这全都是做你的福 有你了之后她觉得她的生命才刚开始 给选到地狱与主要问的这个人 她目前的真实想法 首先给主题拍卡来看 她觉得有你真好哦 是你令她相信童话伴故事那么美好的爱情是真的存在的 你的出现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她对世界的看法 是你把她从过去有毒的阴影中走出来哦 若不是你的话 她可能还在那个不舒服不开心 那些充满灰暗的世界里哦 感谢你就是把她的心中那些负能量带走 就是清洗了 有你她觉得好像得到了新生 重新生活 现在的她更懂得自己的价值 都是托你的福 令她更珍惜生命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目前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看塔罗怎么说 有你真好哦 有你在身边每天都是情人节 每天都好像在开派对的感觉 对你她自在必得 她觉得你就是她的一切 她的幸福 无论多大的障碍困难 她都不会退缩的 你已经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请你忍耐一下 她知道她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 她知道她可能配不上你 但她有在努力中哦 她一定会成为你喜欢的那个样子 你已经把她的心偷走了 她完完全全对你是专一的 她只爱你一个 就像当初爱上你的感觉哦 从来都没有减退过 对你的热情持续都那么的强 那么的深 若可以的话呢 她想今早的公开你们的恋情哦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知道你们就是一对 想正式的跟你有一个未来哦 她对未来的计划里都有你的 她希望未来的日子都跟你一起过 她很看好这一份感情哦 她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 方面在进展中 对你的情感也比过去一直在加强 比过去还要更爱你 她发现了对你 她特别不计较付出哦 她是真心爱上了你的 而且对你有赞有欲哦 你实在很好 你实在太棒 她真的不想错过你 要错过你就好像走宝 给选到第一主义塔罗派卡来看这个人 她目前的真实想法 她觉得有你了之后呢 她的世界就是不一样哦 每天都好像在过着情人节 每天都好像在开派对那么的开心 感谢你 就是令她活得更开心了起来 她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你进一步发展哦 希望这段恋情是被公开的 让大家都知道你们就是甜蜜的一对 她对你就是那么强烈的 自在必得哦 无论多大的障碍困难 她都不会退缩的 你已经是她的一切了 没什么比你更加的重要 她的未来计划里都有你哦 她希望将来都跟你一起过 请你忍耐一下 她知道她自己有很多 可能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不够能够配得上你 但她真的有在努力哦 而且她也在进步中 在往好的方面在进步中 她对你的情感呢 也在加深哦 比过去还要更爱你的 你放心哦 你完完全全的 成功把她的心偷走了 她完全对其他人不感兴趣的 她只对你专一 她发现了对你呢 特别慷慨哦 完全不计较自己的付出的 对你真的付出了真情 真的爱上了你 这个是真心的 她对你的爱呢 就是一开始 就已经产生了 而且从来没有减退过 她对你是有赞犹豫的哦 很怕自己会失去你 因为呢 她知道你的价值 她知道你是好的 她真的不想错过你 不想失去你哦 看字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她有什么话想说 请你别误解哦 若她没有跟你说话 不代表她对你没有兴趣哦 她正在疗伤 她想要以最佳的状态 才走向你 她需要你给她一点耐心 她觉得你是一个好有智慧 很聪明的人 你的智力 引起了她满满的注意 没有什么 对她而言 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重要了 她现在 所有的注意力 只在你身上 她想要得到更多的确认哦 你对她是怎么样呢 你是否觉得她足够好呢 她愿意为你永远都等待哦 她愿意 就是 去为你等待 她觉得你们就是属于彼此的 有很强的连接感 然后你比任何人 更容易走进她的心 你们就是灵魂伴侣 在她最糟糕的日子 她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把光亮带给她 你就是她生命中的阳光 给选到第一主 一字卡来看她说 亲爱的 请你不要误解 如果她没有跟你说话 不代表她把你忘了 她就是对你的爱 一直持续都存在的哦 她只是需要一点独处时间 去治疗 去疗愈她自己 从过去负面的能量要走出来 她要以最佳的状态 才走向你哦 你一直以来 对她而言是一个很聪明 很有智力的人哦 你的智力完完全全 引起了她所有的注意 现在的她认为你是最重要的 没有其他人比你更加的重要了 但她不太确定你对她是怎么样哦 她需要你给她更多的确认 她是否足够好呢 她愿意为你永远都等待哦 她无法爱上别人 其实呢 她认为你们是有连接感的 就好像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你比让她更容易走进她的心 在她最糟糕的日子 你就是扮演着一个 阳光灿烂的那种存在哦 把光亮带给她 她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带给她的安慰 你帮助她从黑暗走出来哦 看中文字可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我真的很需要一个人 可以听我讲心事的一个人 她需要你 可以多点聆听她的心事 我不开心事 你安慰我好吗 她需要你的安慰 你身边可以有很多人替代我 可我只有你了 她就只有你一个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预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 给选到第一组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的到来是 告诉你 其实 你在这个红尘中 打滚了好久了 你绝对有能力 去应付所有的困难哦 你面前的困难 你其实是 有能力克服的 所以不要退缩了 不要逃避了 面对问题 把它解决吧 再看还有什么 然后呢 别忘了原始的自己哦 就是爱上彼此的那一份初心 永远都不要忘记哦 再看 还有这张狼的到来 就是要你释放你自己哦 做真实的自己 不用再带着面具 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哦 只要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是自由的 可以去活出你自己的精彩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出现的是这个 审判牌卡 这张牌卡的到来 是要你接受一切哦 不要再一直去想 为什么那些不好的事情 总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怨怨怨地呢 完全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哦 只能够接受并且往前看 去相信美好的将来 还是存在的 还是会发生的 保持生命 就会迎接美好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平静的心 一切顺利的度过 然后呢 过一个你喜欢的充实 有意义的快乐的人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张牌的主题是 他的真实想法 说神域牌卡 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他已经遇见了 要走得长远的一段感情 他对你绝对是认真的 你的到来呢 你令他瞬间 觉得世界非常美好 充满着希望哦 你就是他生命中的开心果 他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劝着你的手 一起看世界 环游世界的 去哪里都想带着你一起哦 在他眼中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哦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你在心中的位置 给选到第二组 他的真实想法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想要强调的是 他对你绝对是认真的 他终于遇到了 愿意定下来 组织家庭的一个对象哦 那就是你哦 每一次的相处呢 都令他压力烦恼都忘记了 你就是他生命中的开心果 他呢 很迫不及待 想要跟你一起经历 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哦 不管去哪里 都希望带着你一起的 在他的心目中呢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特别的 没有其他人比得上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你要问的这个他 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他的真实想法 他跟你虽然有时候被 唱反调 跟你有不一样的意见想法 但是呢 他还是很清楚的知道 无论吵到多激烈 他都是离不开你的 他爱的就只有你一个 他很投入在这段感情中哦 虽然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他脑海中全都是你 他的心里也全都是你哦 他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们的感情哦 他有不断地在学习哦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 你更满意的男友和女友 为了你 他变得充满力量哦 多困难 他都会坚持 再看 想要与你有一个家 想跟你定下来 他觉得你就是 适合过日子 就是家庭的一个好对象的 他只是 不知道你怎么想哦 他希望 若有什么冒犯到你的地方呢 你都可以原谅他 然后大家往前看 他觉得你很好说话哦 你们有共同的语言 你们有很多 意见 你们有很多这个 可以聊得来的话题哦 你要他做任何牺牲 他都愿意的 因为你已经是他心中认定了的真爱哦 错过了就遇不到下一位了 给选到第二主 尼塔罗拜卡来看他的真实想法 他说 亲爱的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 但是呢 他对你的情感 一点都没有改变过的 他心里是清楚明白 自己不能没有你哦 你在他心中 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存在 他在幻想着 要跟你组织家庭哦 你是唯一 令他想定下来的一个对象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 很适合过日子的 一个好对象的 过去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呢 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大家往前看哦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甚至误以为他是人病病的一个样子 其实他心里是火热的 他全部心思想法 只在你身上哦 他做的一切努力 都为了你们的感情 都为了你们的将来哦 他真的觉得你们有很多 共同的语言 你们是很属于彼此的 有很多聊得来的话题 他呢 知道他自己 可能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或者是 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 他真的有在努力的 想要成为你更满意的男友或女友哦 你要他做任何牺牲 他都愿意 只要是为了你的话 充满力量哦 没什么困难 是难得倒他的 在他的心里已经认定了 你就是他的真爱 他真的不想错失你 他真的很珍惜这份感情哦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如果他曾经逃避的话 他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他知道他不应该逃避 他好担心 你会不会在你的朋友面前嘲笑他呢 他好爱面子 就在此刻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在想着你哦 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 连现在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也在想着你 请你多一点的给他知道吧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多一点的跟他说 你的意见 你的想法 他经常在他朋友面前说起你哦 因为他脑海中全都是你 他有很多话想要告诉你 但是每当见面 他就是忘词的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该怎么说 他就是特别紧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的支持你哦 他要的就只有你一个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跟你在一起哦 你不用做任何改变 他就是喜欢原汁原味的你 你们之间可能出现了困难障碍 可能你没有见到 给选到第二主义自卡来看 他说亲爱的 他想说声对不起哦 他总是逃避面对问题的 他现在要担心你会不会在你的朋友面前 去嘲笑他呢 他很爱面子哦 请你多一点的告诉他吧 你对他的意见 你对他的想法是什么 请你别背地里在朋友面前一直说他 他经常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哦 就在此刻你看着这个视频呢 他也在想着你 他在他的朋友面前也经常提起你哦 因为他脑海中全都是你 但是在你的面前呢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口吃 甚至会令你误以为他是一个冷冰冰冷漠的人 那都是因为他害羞或者紧张哦 他心里其实有千言万语想要说 但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呢 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他说亲爱的 他是深爱着你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哦 都会站在你的身边支持着你 鼓励着你 他要的就只有你一个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你在一起哦 就是跟你这个原汁原味的你在一起 你不用做任何改变 已经是他喜欢的样子了 如果你认为他太被动的话呢 或者是行动比较慢 那是因为他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障碍困难哦 也许你见不到 但他有意识到有一些问题需要先去处理哦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有一种默契是 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 大家都不找彼此 那该怎么办呢 总该有个人主动吧 明明已经很失望 但还是认真回复你的信息 很多时候呢 他没有给你见到他的情绪哦 那是因为他在乎你 再看 换另一种相处方式会不会更好 他想跟你相处得更好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二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也选到第二组有什么建议呢 自助的牌卡到来哦 这张牌卡是说 有些的真相呢 还不到时机呢 时机不对 你怎么要敲 怎么要知道也知道不了哦 所以耐心一点哦 时机对了 你要的真相自然会出出 浮出水面的 再看还有什么呢 释放你心中的那个鬼吧 不要一直在于神于鬼了 去制造烦恼 制造担忧哦 不必要的担忧 不要去想 没有答案的事情 暂时没有答案的事情 就不要一直胡思乱想 让自己处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让自己定下来哦 安心放心吧 没事的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圣杯国王这张牌卡哦 试着了解哦 就是 情商要高一点哦 可以多一点聆听对方 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 但 就不要影响到自己心中的平静哦 让自己可以客观理智一点的去 去怎么说呢 客观理智一点的去处理别人的情绪哦 不要那么容易受到影响哦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常明白 所有与对方能够长长久久的 然后乐观开朗 幸福的过好每一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片的主题是 他的真实想法 做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的目前真实想法是什么 后来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想说他有预感哦 他觉得这份爱是真爱 他有预感 他已经遇到了他的真爱 也就是你哦 你就是他生命中的太阳哦 对你的爱一直都在 加强中加深中的发现 认识你久了 更发现更多 值得爱的理由 爱上你的理由 你是那么活泼可爱 有活力 只要有你在 他心中的忧愁 全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说他有预感 他觉得他已经遇到了 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的 他认为你们的感情 是可以长久的 你就好像太阳哦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温暖了他的心 他认识久了 更发现你的优点 更发现你值得被爱的地方 和被爱的理由 你是那么活泼开朗 有活力的 令他生命的充满着精彩哦 有你真好哦 有你他所有的压力烦恼 问题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康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你要问的这个 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什么呢 康塔罗怎么说 他目前的真实想法 他真的很投入 很认真的 看待这份感情哦 请你放心的 跟他交往吧 他会对你负责 没有什么 觉得不安心的地方 你都可以提出来哦 他要你安心的 跟他交往 快快乐乐的 过每一天 他想他已经很清楚的 表明他对你的心意了 你还有什么 不清楚的地方吗 他给过的承诺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真的会把它兑现的 他没有骗你哦 他有在努力的 有什么都可以直话直说 我们大家都可以 敞开金房 想说什么都可以说 不要憋在心里 他知道你是一个 很抢手的存在 你的脚尖真的好不错 他一定要成为那个胜利 跟你走到永远的人 其实很多甜言蜜语 都在心中 一直都 没有说出来哦 但不代表 他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的 别看他很冷冰的样子 其实他一直都把你看成是 他生命中的最爱 他所有的爱 都只想跟你分享 再多一张 他绝对是一个可靠 可以多付终生的一个对象哦 给选道理三主义 塔罗派卡来看 他的真实想法 他的这个人 他认为他自己 对这份感情是非常投入的 他希望能够 他希望你跟他交往 都可以安心 可以放心哦 他对你完全是负责的 他觉得他自己 已经很明确的表明 他对你的心意了 他不知道你还有什么 不安的地方吗 虽然你有很多的追求者 他也无法阻挡 别人爱上你 你确实是一个 很优秀的存在 但他一定会努力的 想要成为那个胜利 跟你走到永远的人 他自己心中有很多甜言蜜语 一直找不到机会 或者是他害羞 他说不出口 但他真的有在用他的行动呢 去给你知道 他是一个可靠可信的人 他给过的承诺 都不是闹着玩的 都是认真的会想要兑现出来哦 他已经在努力的途中了 他希望大家可以发展成一份的 就是可以直话直说 什么都可以说的一份感情哦 他鼓励着你 有什么都可以提出来 有什么都可以说出口 他不想你憋在心里哦 他要你过得开开心心的 他满满的爱 只想跟你分享哦 而且呢 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 可以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哦 他完全是可以给你安全感 给你一个未来稳定的一份感情 看自嘎怎么说给选道的三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嘎 他有什么话想说 当他想要对你表达他的爱的时候呢 他觉得他自己是特别笨拙的 就是说不出来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定下来 但自从遇见你 你改变了他的想法哦 你是唯一令他想要 呃 落地生根 组织家庭的一个对象哦 他不是一个迷信 迷信的人 但是他觉得你们就是命中注定安排要在一起的 他觉得他自己的心粉碎了一地 只有你能够拯救他 他需要你的爱 他喜欢待在你的身边 他觉得你不会伤害他 你是一个好人 是你令他感受到真爱的感觉是什么 是你教会了他什么是真爱 他想要跟你一起变老 不知道对你而言他足够好吗 为什么愚蠢的人总会坠入爱河呢 他觉得他自己 为了你做了好多愚蠢的事情哦 那都是因为他爱你 给选道理上就以字卡来看他说 亲爱的 他早就想对你表明心意了 早就想要对你表白了 但没伤 他要向你去表达他的情感 他变得特别的笨拙 就是会口吃说不出口 他会紧张 你是唯一令他想要定下来的人哦 过去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还是什么 但你的出现 你令他有这一份冲动呢 想要落地生根 组织家庭 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但是他认为 这个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哦 他觉得他自己呢 就是他的心是碎了一地的 他需要你的爱 你的关注 你的关怀 他很喜欢待在你的身边哦 因为他认为你不会伤害他 你令他感到安全 所以你教会他真爱的感觉是什么 他想要跟你一起变老 希望将来都跟你一起过的 不知道你认为他足够好吗 你会答应他的请求吗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爱上了你哦 做了很多的傻事 那都是因为他爱了 爱上你 他真心的 已经对你动了真情 看字卡 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 当你能左右我情绪时 我就知道我完大了 他真的觉得他自己 爱上了你哦 非常深爱着你 爱得不浅哦 主动久了会累 再遇久了会崩溃 他想要你也可以多一点的主动哦 不是他单方面一直在主动的 我活在回忆里 和你永远在一起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跟你那个甜蜜的过去 看这个神玉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冲三张 也选到第三组 有什么建议 好了 出现的这一张牌卡 就是说呢 你所有的伤口 都会得到疗愈的 所以放心哦 这个大地之母呢 一直在供应着 能够治愈你的能量哦 所以无论多糟糕都不要放弃 美好的日子在未来 充满希望的等着你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哦 很多时候呢 你要的答案 你自己都懂了 你已经有了 你要的答案 你是最清楚 自己的事情哦 然后这张牌卡是 珍惜每一个当下吧 不要一直放大过去 也放大或者是未来了 好好地过好每一天 活好每一个当下哦 自然就会引来美好的未来 接着我们抽这个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出现的是宝剑手牌哦 这张牌卡的到来是 不要受情绪的影响哦 保持清醒 紧绝地知道自己 在作则的是什么 在说的是什么 然后呢 这样子才能够更好地去 把事情变得成功哦 所以保持清晰的头脑哦 早一点睡 然后精神饱满的 精神爽爽的 爽朗的去过每一天哦 做的决定也会更加的正确 好啦这就是给选 道理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呢 祝你妈妈的福报哦 收获妈妈的福报的 然后呢身体健康 与对方发展一份 稳固健康平衡的感情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